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來介紹好微笑的合體 瘦王 死給 那先轉個音學給各位看一下 那我覺得呢 塗裝還不賴 獅子的造型也不錯 但是獅子的尺寸蠻小的 跟整側達桿比較一下 那跟雷霆達桿號比較一下就是這種高度 就是蠻小一隻的 那獅子頭塗裝還蠻漂亮的 雖然不是電鍍零件 那嘴巴是可以開合的哦 還蠻帥的 頭可以左右旋轉 往上往下擺動都可以 那腳的可動度呢 就是肩膀可以旋轉 大腿朝腿有兩個關節可以轉動 那腳掌是球關也可以接地 尾巴的根部可以旋轉 那它是軟膠的零件 不會怕用斷掉 手王變形吧 準備 來吧 好 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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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水 把水 切成 把水 切成 獸王 登登 完成獸王 死給 轉眼圈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獸王的能神表現呢 是真的還不錯 很像動畫裡走出來的一樣 那這個胸甲塗裝的還不錯 綠色的寶石是透明零件 但是胸甲的卡扣會稍微有點換 那獸王的胸甲可以變成狙黃之之鳥 翅膀可以轉動 頭部可以折疊 塗裝造型都還蠻精緻的 然後還可以加裝到GX光波砲上面去加強火力 獸王的頭雕很帥 硬低安人的臉孔 如果有附陣吼叫臉的話 應該會更有野性吧 頭部的關節可以雪平轉動 上下轉動 但是左右有擺好像不太實 那放到背面來看呢 這是有空洞的地方 這邊沒有遮掩住 有點可惜 手臂360度旋轉 但是要稍微繞過一下胸甲 齒輪光節嘎嘎響 手臂側抬當然也是辦得到 二頭肢可以旋轉 手肘彎曲超過90度 拳頭的連結是一個球型光節可以轉動 那拇指也可以旋轉 四個指節的木端也可以轉動 那要握住 狙坎龍炮跟狙火藥庫的時候 有專用的造型手可以握住 那這兩個武士呢 造型塗裝都不錯 而且尺寸也蠻大把的 然後他的手把還可以前後移動 但是當你把這兩個炮 集合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手肘的光節根本支撐不住 因為炮太重了 呈現一個不矩的狀態 不矩的男人 那既然當時我矩不矩打大炮的話 就需要這兩個開掌手 把他捧起來 那你反過來對接把 狙火藥庫擺在前面也是可以的 獸王之斧 也有專用的手型可以握持 而且他有兩把非常的帥 那這把獸王之斧呢造型非常的漂亮 塗裝也很精緻 而且也非常大把 以前的DX沒有 他有一對握拳的手型 那腰部沒有旋轉蠻可惜的 前群甲可以打開來 側群甲也可以 那他是球關的設置 前群甲抬高 你就可以把大腿抬起來 四蓋彎曲二重關節 可是你會察覺到 四蓋彎曲都稍微有一點點軟 感覺有點怪怪的 水平旋轉側抬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不要打太開 會把側群甲彈飛走 四蓋紅色的零件可以轉動 那腳掌也有甲的接力 那獸王沒有後腳跟 所以稍微有點站不穩 那應該會往後倒 啊 實質還好啦 那尾巴是裝到背後 算是有收納的空間還不錯 然後大合體的頭盔 雖然是落在外面 可是他還是有一條片小蓋板把它蓋住 所以這方面我是還可以接受的 那今天這個好微笑的合體獸王呢 我是覺得做得還不錯 造型比例啊 還有獸型能型都很棒 塗裝我也是覺得還蠻精緻的 但是我覺得唯一可惜的就是 他的屍蓋關節稍微有一點點軟 一點點而已 也不到撐不住啦 就是覺得好像哪裡怪怪的 但是還可以接受啦 然後合體後的炮太重 手肘的關節撐不住 這邊也是有點可惜 那大合體方面呢 我是覺得下半身的關節 有一點點撐不住 這個之後再來談吧 那今天這個的合體獸王 就介紹到這邊喔 謝謝各位收看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